過漁船日前非法越界到金門海域 遭海巡人員追砌 造成翻覆釀糧死 國台辦日前開嗆譴責後 十七號晚間再發聲明 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不存在禁止限制水域一說 不只中國官媒大肆報導 國台辦更囂張開嗆 會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一切後果台方承擔 而專家也指出 中國是企圖讓台海內海化 除了學者擔憂國台辦的說法 是讓台灣變成中國內政 律委也指出若台灣不堅守立場 恐怕會讓台海衝突一觸即發 不僅如此 中國外長王毅 更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說 台灣從不是一個國家 台獨與台海穩定水火不容 對愛否定我國主權 放縱愚民越界 中國要負起最大責任 三內心懷疑解肉博台北參謀島